战斗机是空战的核心主力,承担了战兵中最最严酷的场面,现代战争起步都是空袭开始,所以,战斗机面对的敌人都是非常凶悍的。 而且,战斗打响后,飞行员就基本没有退路,生存和死亡,成功和失败只有一个选项,这种严酷讨厌,对敌我双方都是如此。 所以,世界各个强国都高度重视战斗机机队的建设和训练,战斗机飞行员也成为当之无愧的空中胶子让人景仰。 各国最优秀的英才参军的第一选择都是飞行员,战斗机飞行员。 即使在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内部,普遍存在追求先进战斗机驾驶资格的风气,中国飞行员白龙的愿望,是从尖16改飞行而时,当然,成功了。 战斗机挂载先进导弹出征,这是强态,也是使命,更是荣耀但是,荣耀的背后往往是伤痕,俗语说,成就有多大,代价就有多大。 要空战取胜,就要努力训练,逼近甚至超越飞机的设计机械,不断忍受高库载,高低温高震动复杂交战环境,给飞行员带来的种种极度不适。 飞行员不舒服,飞机同样也不舒服。 下面让我们通过一些图片体会一下,飞机有多不舒服。 这是一架空军的J-10B战斗机,地勤人员正在进行进行维护前起落架,由于图面太大,我们部分截图放大看看,或许可以发现一些想不到的细节。 前起落架零件表面的白色保护器脱落,这就是降落冲击带来的后果前起落架,在战斗机在和分配中。 在和分达比较小,大体在三层左右,真正的严峻考验是主起落架,承受着飞机中在着陆的第一波冲击,这也是飞机设计师最最担心的地方之一,起落架故障在飞机机械故障中算是一个巨头,所以设计使用和维护都要相当上心。 这是静10B主起落架,可以看出支柱和撑杆都非常强壮,承受30吨的冲击力,让我们放大看一看细节,就知道起落架很不轻松,真的很不轻松。 且落架的操纵电缆也严重磨损,有意思的是,下面的管路支架和管路支架,是松配合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,上红圈内,管路的保护层磨损过度脱落,而下红圈内,明显可以看到金属编织保护层,也和黄色保护支架磨平了,变得毫无金属光泽 暗淡下来,或许有人会问,为何不将支架和管路绑紧一点,现在这么磨损有点吓人。 原因是,不能弯曲绑紧了,飞机降落时,强大的冲击之下,起落架支柱会上下大幅度浮动,假如支架和管路绑紧了,管路反而容易在支架附近遭受到巨大的弯曲败荷,构造开裂失效,现在这种设计,不是很好,但是也尽量约束了管路。 不要过分乱动,造成事故,当然,这种设计在更新一代的战斗机中,几乎消失不见,因为表皮磨损太大,经常需要检查根换。 长春开发日展出了中国的攻击猛龙,挂载先进控地导弹和干扰吊舱旗时,战斗机飞行员不仅仅机械磨损,管路磨损。 电子设备也有磨损,比如天线,我们也可以在长春航空,开放日看到一些端倪。 对于长期在空气中遭受高速高压气流吹息的零件来说,金属材料不怕,但是非金属材料比较怕冲击,怕频繁的高速吹息。 下面让我们看看歼10B长期飞行的伤痕,高速飞行的气流吹息,使得歼10B垂尾天线照开裂脱落,徐宁叫风使进气到下方通讯天线,也遭到大风吹息表面,开始脱落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。 雷达天线照大多是玻璃钢材料制造,或许国产玻璃钢技术还稍微欠加一点,需要赶尽耐救性。 而类似的事情,不仅仅发生在歼10B身上,歼16战斗机也有类似的问题。 这就是新出场的歼16战斗机,尾部看起来完好无缺,光滑平整,但是交付部队飞行一段时间后,却出现了严重变形的情况。 从玻璃钢常见故障来说,长期高低温环境,外加强烈的阳光照射老化,开裂变形,这种故障发生很常见,假如需要常受使用,故障发生少,那就需要特别控制好工艺过程参数和材料品质,也不是很容易的事。 歼16垂尾尖端玻璃钢天线罩,在环境在赫下,开始老化变形有的朋友就问,玻璃钢零件这么不结实,坏成金属的不就行了。 这是功能性材料,坏成金属材料后,寿命更长,更耐高低温,但是致散失了通讯能力,玻璃钢天线罩内的天线,就被活活憋死了,外接信号进不来,里面信号,出不去。 从这个角度来说,中国复合材料工业,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,还需要开发更耐用耐磨的产品,改进加工工艺。 同时,在后面正任坐,我会操 ہو野才,因为区别人处有五 gratuit、有不同的地方,而是臣属材料工进去十步验造成的数捷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